第137集 丁烧 莫小鱼自知理亏啊 因为和杜曼雪待在一起时 总是会忘记时间 所以从进去杜曼雪的别墅 莫小鱼一直待在里面 两人每次都是当做世界末日来过 屋子里到处都留下他们敌死缠绵的痕迹 对不起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我是真的有事办住了 忘了给你打个电话了 莫小鱼抱歉的说道 顾可可白了莫小鱼一眼 虽然很不满 但是无可奈何呀 他是自己选的 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都得靠自己慢慢去改造 直到将他改造成自己的男人 上了车 莫小鱼看看还在生气的顾可可 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问道 哎那个你都想好了吗 买什么东西啊 给 坐在上面 顾可可一伸手将一张纸递给了莫小鱼 趁着等红绿灯的时候 莫小鱼拿过来一看 我靠 这丫头还真把我当大款啊 满满两页纸 那虽然字不错 全部收写 但是这么多 怎么 心疼了 顾可可看着莫小鱼的表情 好像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事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是说我们坐火车回去吧 这么多东西怎么拿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驾骑火车那么急 莫小鱼劝道 我看呢 还是算了吧 我们不坐火车了 你这车就不错呀 开这车回去吧 顾可可的虚荣心很强烈 他想告诉全寨子的人 自己啊 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 如果是大包小包的拿回去 那和外面打工也差不多 但是开车回去呢 就很不一样了 那才就有面子呢 而且自己寨子里 还没有买汽车的呢 啊 开车回去啊 喂 这车也不是我的呀 再说了 那么远呢 莫小鱼简直是服了这小姑娘 想一出是一出啊 没事的 我家里人又不知道 是不是你的车呀 再说了 路才多远啊 不过七八百公里而已啊 你还开不到吗 小鱼弟弟 我只是想让家里人知道 我在外面过得好嘛 不想让他们担心嘛 顾可可嘟着嘴 一开始向莫小鱼撒娇了 我去 最受不了这架势了 本来想好了很多拒绝的理由 但是顾可可一开口 直接就把莫小鱼给封死了 莫小鱼开车直接到了沃尔玛 他和顾可可一人推了一辆手推车 这么多东西 一辆车肯定装不下了 但是啊 买着买着 莫小鱼就觉得不太对劲啊 怎么看都觉得顾可可是在搞批发进货似的 哎哎哎 可可 这东西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莫小鱼试探着说道 你放心吧 这些回去都立马能用上的 你以为我这是为我们自己家买的吗 我这是为全寨子的乡亲买的 我爸爸身体不好 家里一直都是靠着乡亲们帮衬的 我回去不带点东西怎么行啊 顾可可说道 怪不得买这么多东西 感情这是为全寨子的人在采购啊 莫小鱼彻底无语了 那买就买吧 好在都是一些生活用品 花不了几个钱的 最贵的东西是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说是给他小妹买的 那以后就可以和家里视频了 你家里还有妹妹啊 嗯 还有个妹妹 比我还漂亮 现在上高中了 但是为了照顾家里 似乎不想考大学了 我妈妈说 开学之后就再没去过 我也是想回家看看她 顾可可说道 莫小鱼注意到 说到自己妹妹时 顾可可脸上瞬间就暗淡下来了 这让莫小鱼心里一阵不舒服 这个看起来张扬跋扈的女孩子 不过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掩饰自己的脆弱罢了 其实她根本没有那么坚强 莫小鱼叹了口气 一抬头 在隔着一排的货架后面 看到了一个自己似曾相识的人 那人透过毛巾背的缝隙 偷看着莫小鱼 猛然间莫小鱼想起来了 这人曾到饥渴新家里绑架自己 但是被自己一脚踢在了脸上 上次被绑时 还听红毛那家伙说 眼睛瞎了一只 但是莫小鱼看上去 这小子没大事啊 可是当莫小鱼快速地 绕过货架子去找那人时 却不见了 望着超市里熙熙攘攘的人流 莫小鱼再也找不到那个人了 你怎么了 顾可可推着车子紧跟过来问他 没事 遇到一个熟人 一转眼就不见了 没事没事 继续买东西吧 但是莫小鱼觉得 这事绝对不是巧合 说不定那家伙就在跟踪自己呢 如果是的话 你们是谁派来的 还是雷鸣山吗 这个家伙 怎么就盯上自己了呢 当莫小鱼一手推着一辆车 顾可可半路又加了一辆车后 终于结完账 推着去了停车场 有了再超市的发现 在停车场 他更加的警惕了 因为停车场 是最容易出事的地方 打开窝尔窝的后备箱 放到了后排的座椅 将东西一件一件的塞进去 但是这一切 莫小鱼都没动手 都是顾可可一个人在干 而他只是点了一支烟 悠闲地看着周围 雷爷 动手吗 在离莫小鱼不远的一辆汽车里 刚刚跟踪莫小鱼的人 问雷鸣山道 奇怪了 这小子今天怎么这么警惕 你刚刚是不是惊动他了 雷鸣山回头问那人道 没有啊 他根本就没发现我 跟踪莫小鱼的人 不敢承认自己被莫小鱼发现了 所以失口否认道 不行啊 这样下去白搭 隔着几十米呢 我们去了 他早就开车跑了 这小子有点意思啊 居然学乖了 雷鸣山说道 在他们还在商议时 顾可可放好了东西 莫小鱼上车开车走了 怎么办雷爷 开车 跟人上去 看看他们去哪 雷鸣山命令到 雷爷 这小子还挺有女人缘啊 不是和这个就是和那个 对 这个女孩是谁啊 长得还不错 你们几个这几天 别干别的了 给我盯着那女孩 查清楚和莫小鱼什么关系 妈的 你狡猾是吧 就拿你的女人下手 雷鸣山 咬着牙说道 我 你狡猾是吗 我 你狡猾是吗 我 那你怎么就好了 我